我们刚刚已经了解了长照四包前四包服务的内容了 但是我还是担心万一失质了长照2.0有没有办法帮助我们呢 田爷爷我要先说明如果经过照管专员评估是失质又失能的个案 就可以使用长照2.0的服务哦 可以理解但是前提是要失质又失能啊 如果只有失质呢 田爷爷您别担心我现在就来解说长照2.0中失质照护服务的细节哦 愿文奇详 其实关于失质者的照护服务政府已经推动很久了 目前正在广设共照中心 共照中心是一起照相的中心吗 田爷爷是失质共同照护中心啦 我跟您说明他可以提供什么服务吧 好 共照中心的服务有 第一协助确诊 帮助疑似失质者就医确诊 及早获得医疗专业的协助 让失质者可以获得更好的照护 第二资讯及转介 陪伴失质者与他们的照顾者 在不同阶段病程的照顾需求 提供医疗照护的资讯 协助转介医疗与长照服务 原来政府规划的如此详细 没错田爷爷 共照中心就是失质的个案可以使用的资源之一 除了你刚刚说到的失质共同照护中心外 还有哪些单位也提供失质照护服务呢 失质社区服务据点 那么失质社区服务据点主要提供哪些服务呢 失质社区服务据点主要提供失质个案 认知促进缓和失质等服务 透过课程活动延缓失质者退化的情况 另外针对家庭照顾者方面提供照顾者训练服务 教导家属照顾技巧 让失质者可以获得妥善的照顾 另外也有家属支持团体提供辅导资商 减少家属照顾压力 这样我了解了 针对失质者 长照2.0 有失质共同照护中心 以及失质社区服务据点 特别提供服务 没错 而失质又失能的个案 还可以依照失能等级 比照前面说过的长照四包钱四包服务 来获得资源 田爷爷您记得真清楚 没有失质哦 多一分了解 可以告诉亲朋好友 善加利用啊 接下来我还要介绍赋能照护服务 赋什么 这个观念是非常新的 暂时卖个关子 我们下一篇继续讲 好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3 6 5 6